昨天刚提的这个新温街M7 今天呢我们就迫不及待的 要跑一趟这个长途 来回呢 900公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的存电续航多少 现在咱们出发 现在的这个WLTC续航显示是168公里 电量96% 我昨天冲完电回来跑了5公里 然后放了一个晚上 掉了1%的电 我们空调开成自动 今天室外温度15度 驾驶模式舒适 车脸模式 强制存电 上的高速全部用自驾模式 小一小一 好 导航去通道黄都写生基地 现在我们出发 车上的是三个成年人 加后备箱 一个大箱子 好 刚才呢 我们是已经到了10%的电 再往下面走呢 就是对电池不好了 我们这个就启动了发动机 这个时候呢 我们算一下它 实际高速的这个存电续航啊 因为我们一路来 这个基本上从我家 只有3公里 我们就上了高速 而且呢 上了高速全部都是这个用自驾 顶着高速的这个限速跑的 这一路跑过来呢 按照表显的167公里 减掉之前的49公里 是118公里 这118公里呢 我们用电链是从96%用到了这个10% 就是除以0.86公里 我们得到的是137.2公里 然后再除以它的CLTC 标的这个官方存电续航 是210公里啊 那么得到的是0.6533公里 也就是说这个65折的样子吧 实际上高速存电续航达成率 就在65折这样子 而这个车呢 是将近2.5吨的准备质量 大家觉得在外面 只有167度 晴天 顶着高速限速跑 跑高速 这个续航达成率怎么样 我们下期再见